其實上個月的18號就是三哥的生日 今年是三哥54歲的生日 雖然他的外表非常之年輕 大已經54歲了 剛剛拍完雷霆掃讀的三哥 這期的心情非常之好 所以請了一班朋友去到澳門 兩天一夜去慶祝他的生日 到學的明星真的有幾多 他還延開了八圍 不如跟一班記者一齊去看看三哥的生日會是怎樣 一起娛樂試試 前一陣三哥在忙幫TVB拍這個雷霆掃讀 除了他是男主角之外 還有林峰、觀欣娜等等 但在拍攝的過程當中就說三哥非常勞氣 因為林峰經常遲到 無論怎樣都好 終於都拍完這套電視劇集可以投回一下 其實三哥和TVB之間的約都是暴投約 所以電視大戰當中 有很多人都希望三哥可以過多 其中一個就是王維基 雖然現在還未談到 但三哥有這麼多人要 當然心情好 上個月的18號 就是三哥54歲的生日 由於他在圈裡面有很多的朋友 所以打算今次過這個生日 就特別去到澳門那裏 還包一班朋友兩日一夜 又可以有酒店、包食宿 以及包賭錢的一個愉快之類 很多個明星都是給三哥面對面 所以每個都去澳門那裏和他慶祝 其實三哥在他生日之前那天 已經和戚美珍和他的女兒 已經去到澳門那裏吃飯慶祝生日 去到凌晨時分 他的好朋友吳啟華也都在這個國外 來到澳門那裏和他一起慶祝 他們兩個還去到賭場那裏玩 一坐過去已經是一千元落住的百家樂台 他們兩個一起換了一萬元的籌碼 不過到最後都是燒剩三千元 不過無所謂 其實三哥都是在玩玩的 第二天就見到有差不多五十多位明星 特別去到澳門那裏和三哥慶祝生日 其實包括王日華、謝天華雄、天明修家、惠胡定欣等等 很多之前和他合作過的明星 都一起去到澳門那裏和三哥慶祝 這次三哥完全是包了所有食宿 所以他們去到澳門之後 已經有幾個豪華的朋友 接他去到賭場酒店那裏 晚上他們一齊吃完飯之後 還一齊去到卡拉OK 三哥今次為了自己慶祝生日 延開了八席包心致土 再加上幾瓶美酒 所以就算好喝得的藝人 大家都已經一早醉了 其實今次三哥一擇 已經是三十萬去搞他的生日派對 所以那班明星好朋友都特別給他面子出席 很多人都說 其實三哥這陣子被王維基不停聯絡 接下來可能三十萬都是拍一集的電視劇集 所以當然可以豪洗他的生日會 看到三哥在圈內有這麼多朋友 就算是他之前的好朋友 像王維華那些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天華和他朋友 但其實年輕的那班 好像胡定欣、梁烈惠 又或者洪天明等等 跟他的關係也是非常之好 今次他的生日沒有請到林峰 很明顯又可以跟大家說 之前的匪文又或者傳聞 未必是假的 因為之前三哥生日 阿峰都有道河 今次就請不到阿峰 不知道是阿峰不得閒 只是他真的跟三哥不和 那麼久是時候八進公投 今天八進公投的題目 我想問一下你 想不到三哥已經54歲了 你覺得他的外表又似不似呢 我們將你的意見 去到八進娛樂的網站 Kickup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